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6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由各个学校及乡镇市公所及社团推荐 华联县政府临选出109年度五位校寻奖的楷模同学 16号上午接受县长亲自表扬 县长肯定这五位同学在逆境当中可以奋发祭曲 而且勇敢面对人生的精神 109年度校寻奖表扬的五位同学 16日上午在华联县府贵宾市 由徐正位亲自表扬受奖 五位同学分别是旧途上腾弓箱的李玲 还新高中专家生 玉礼国中彭国锋 副礼国小郭明杰 以及卓系国小的高骏 第一个当然是孩子他本身 对于他的责任感 他非常对待了自己的非常大的期待 人生不如一十之八九 你要说先苦后干 在这时候他培养他的 无论他的毅力能耐力 还有吃苦力抗压力 我相信对他人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虽然再不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希望孩子都快乐乐成长 幸福什么都有 但是我想这就是孩子了不起的地方 对不对 这是你们了不起的地方 五位同学分别由家长老师陪同前来 简单说着家庭概况以及未来梦想 我们学校发现到他在家里会 因为爸爸跟祖父都行动不方便 然后高军会主动的照顾家人 然后担任起小家长的身份 所以我们学校就帮他报了这次的孝行奖 希望透过这次孝行奖可以鼓励他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社会上还有很多更需要帮助的家庭 然后需要我们多一点关怀 五位同学尽管是在学学生 家庭不一定完整 承担着比同财更大的责任 却都能在逆境中积极进取 勇敢面对人生 华联幸福未来也会持续提供协助 不应加进因素而失去学习成就的机会 记者长方言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